市長我們看軍事的熱戰打到第十三天 膠著的同時德國已經斷掉北溪二號 然後俄羅斯今天揚言嗆聲要斷北溪一號 而且還說這樣油價一定值分每桶三百美元 是沒有錯俄羅斯的副總 Linovac諾瓦克今天就直接嗆聲 這個歐洲 因為在美國喊出要禁運 這個俄羅斯石油的時候 的這個諾瓦克直接嗆說 那你要禁運是不是 那我就直接斷北溪一號 而且他嗆聲說如果我斷了北溪一號 以歐洲對於這個俄羅斯的石油的依賴度 這30%來自於俄羅斯 天然氣40%來自於這個俄羅斯的情況之下 他保證石油每桶可以上看三百元 也就是說前兩天的139才一半而已 可能性高不高 可能性是高的 因為在美國喊出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包括德國包括荷蘭 都已經明確的拒絕不參與 美國的石油禁運 因為當他看到北溪一號有可能被俄羅斯拿來做威脅的武器的時候 其實對歐洲的經濟影響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且號稱核彈級的影響 那這個是在目前的狀況 可是你說這個諾瓦克在這個時候喊出這麼囂張 這麼這麼樣的威脅 語帶威脅的話 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原因還是要回到俄烏戰場上面 俄羅斯軍隊目前的焦灼狀況 這個焦灼狀況其實對俄羅斯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打擊 我們光看戰事十三天 可是你看從三月二號開始 三月二號 這個已經傳出來 俄羅斯攻打基輔的四十一軍團的副指揮官 同時也是他們空降師的這個指揮官 叫做蘇霍維斯基少將 被在空降的時候 竟然被烏克蘭局所給刺殺了 而且他確定應該要舉辦喪禮了 這三月二號 還沒完三月五號攻打烏東的斯巴拉獨立營的指揮官佐加少將 一樣被這個在烏東的這個這個烏克蘭的軍隊所擊殺 三月五號你看隔兩天 還沒完三月七號 一樣又是攻打基輔的這個四十一軍團 這次是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少將 一樣在這個圍攻基輔的這個作戰當中又被擊殺 所以你等於每兩天俄羅斯就損失一個少將 這是將軍你更不要想說其他團長師長的狀況 所以看起來這一些這個俄羅斯的軍隊在進攻基輔 在進攻烏克蘭的時候損失慘重 而且我這邊補充一下四十一軍團 四十一軍團這兩個少將 都是普丁的算是心腹的培養的將軍 都打過車程戰爭 都打過敘利亞的戰爭 那你這次調到這個烏克蘭來打 調到基輔來打 可是卻這個折損慘重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事實上俄羅斯在地面部隊的作戰上面壓力是很大的 也難怪要用石油去跟這個歐洲國家來嗆聲 可是俄軍旅做打擊 可是看起來普丁他的信心 確實也受到一點的這種動搖跟衝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已經有相關的學者觀察家 同時包括美國的網站也都傳出來 普丁已經開始安頓他的家人 我們節目中也講過 之前已經傳出來說在何威哲的這樣子安排的時候已經安排他的前妻 跟那三個女兒 躲到那個西伯利亞的這個算是 何的這種何威哲的這個防空城市裡面去 在地下城市 那這個在西伯利亞很遠在阿爾泰山脈跟新疆跟哈薩克的交界 那時候是擔心普丁會動用核武 可是現在傳出來是普丁把他的情婦 卡巴耶娃和他的這個情婦 稱了四個小孩送到瑞士 安頓的好好的 這就很妙了 卡巴耶娃是被號稱俄羅斯的地下第一夫人 那他是這也是這個奧運史上拿過體操運率金牌最多的選手 他從2008年拿完奧運金牌之後就跟普丁在一起 那在一起這個是這個是有經過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這個認證 他說普丁之所以會跟前妻離婚 就是因為跟卡巴耶娃在一起之後卡巴耶娃逼著他離婚 那逼著他離婚之後呢 這個在跟這個這個普丁在一起 可是普丁到現在我從來沒有跟他從正式 可是卡巴耶娃只要出只要在這公開場的肉品一定帶個大鑽戒 而且卡巴耶娃的年薪啊 他現在是晉升俄羅斯的女富豪 他的年薪是這個一千萬美金 大概兩千兩億八千萬台幣左右 那你說他跟普丁的關係有多麼的深厚 那這次八個晚上傳出來說卡巴耶娃是逃到瑞士 安頓的很好 我們就說果然這個地下的第一夫人 情婦果然比前妻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猜想普丁所有的可能這個錢賣啊 人賣啊相關的一些重要的資產啊 資訊可能都有卡巴耶娃來幫忙掌握 所以你看安頓在瑞士 那這比較遠 那如果你是安頓在西伯利亞的荒山的 這是前妻 那這個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在普丁心目中的重要性 但是無論如何 所以這也看得出來 在普丁心目中此刻的瑞士比俄羅斯安全 比俄羅斯安全 對我在講說普丁看起來 還是充滿這個非常清醒的狀況 這個清醒有兩個 第一個 他還知道要把他最後的後路放在西方國家 而且這個發現在瑞士 可能比在這個俄羅斯安全 因為他可能在俄羅斯可能比暗殺政變 推翻各式各樣可能不好的下場 在瑞士相對安全 可是他沒有想到瑞士竟然在這場戰爭當中 拋棄了中立國的地位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來普丁其實在這場戰爭的盤算當中 他其實相對還是一個清醒的一個狀況 他雖然會用石油去恫嚇 他雖然會去用這個地面的軍隊瘋狂的圍攻基辅 他雖然會用核威責的方式來威脅烏克蘭西方國家 但是你從他真正私底下的小動作 大概可以感受得出來 他其實心裡面是這個忐忑不安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這個決策我的判斷也還是理性的 愛人跟小孩壓在瑞士 能然是相對安全的選擇 因為在俄羅斯隨時可能全家被毒殺 刺殺 然後放在美國剛好直接當人質 然後放在中國的話 剛好被習近平綁架 這樣算一算瑞士算溫良公儉 就算壓錢也只能壓到帳戶上的錢 如果放在保險箱 放在倉庫 放在山洞的金條 這個銀條 各式珠寶 你也很難壓 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 他還沒封 他絕對他還是清醒 你從他這個小動作看得出來 他絕對還是清醒的 而且看起來這個戰爭 他還有打算繼續跟歐洲 或者是主要是歐洲 繼續談判的一個過程跟籌碼 好 我們稍後回來